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改变命运的菜 张亚青却要把它给雪藏起来 而且长达了两年之久 就是在这雪藏的两年中 其实是张亚青财富爆发的秘密所在 入秋的北京 还不到七点天就黑了下来 结束一天工作的都市人 最先寻找的是一道道美食 这个时候 坐落在朝阳区的一家店 永远坐无屈形 让这些食客排号耐心等待的 是一道很特殊的美味 这道菜在很多地方都不多见 它有一个简单直接 但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鱼头泡饼 四斤以上的鱼头 经过大火四十分钟的烹制 配上鲜绕好的薄饼 鱼肉多汁入味 饼有嚼劲 两者的搭配组合 让很多食客流连忘返 鱼头泡饼火爆京城 十年不衰 而这都要归功一个女人 她的鱼头泡饼几乎占据了整个北京城鱼头泡饼的大半个江山 在她的店里 仅鱼头泡饼这一道菜 一年的销售额超过了两个亿 鱼头泡饼一泡大奖 到现在为止 鱼头泡饼没人能谋好 这抱着大鱼合影的夫妻俩 就是望顺阁美食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张亚青和她的丈夫戴伟 十年前 张亚青从一道农家菜中得到灵感 做出了鱼头泡饼 靠着鱼头泡饼 张亚青成就了从一个下岗女工到资产过亿女企业家的财富传奇 可就是这道让她改变命运 如今火爆京城的鱼头泡饼 张亚青却曾把她血藏起来 长达两年之久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十多年前 张亚青从北京一家百货商场下了岗 她问婆婆见了五千元 开了一家杂货铺 两年就散下了几十万 可到了第三年 张亚青在店旁边开了一家超市 店里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冲击 张亚青和丈夫商量着 要另找出路 她就说 不成咱们开餐厅吧 我说没做过 她说没关系 没做过 咱们可以学 找特色要学 开餐馆一定要有特色 而这个特色在哪 张亚青完全没有思路 直到一九九年的一天 她和丈夫去经销的农家小院吃饭的时候 一道菜让张亚青眼前一亮 这是垮炖鱼 山东的一道名菜 在河北北京的经销也很流行 将鱼去皮 切块 配上豆腐一起炖煮 尤其在冬天 热乎乎的鱼汤 让人更有食欲 张亚青兴奋着当场就要找做这锅鱼的厨师聊聊 她叫郭金喜 就是当时那家农家小院的厨师 张亚青向郭金喜表明来意 想请她跟自己一起开餐馆 就做这道垮炖鱼 两人一拍即合 一九九九年 张亚青东拼西凑一百万 在现在的鸟巢附近开了第一家店 取名望顺阁 你看到这个树没有 我的这个店 就在这个树的这个旁边 就在鸟巢的根底下 然而开张几个月 垮炖鱼卖的不温不火 垮炖鱼虽说好吃 但毕竟像炖鱼之类的菜 很多饭馆都有 张亚青发了愁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炖鱼独树一炙呢 直到有一天 丈夫的一个举动给她带来了灵感 那天张亚青在家给丈夫做她爱吃的炖鱼 还烙了几张饼 因为我们家先生爱吃鱼 爱吃鱼的时候经常有烙一些饼 她会把饼撕碎了 泡鱼汤吃 丈夫用饼蘸鱼汤吃的这个举动 让张亚青灵光一闪 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开发出一种新的菜品 张亚青和郭金喜开始研究 怎么能把炖鱼和泡饼结合在一起 最终 他们选择将煮起来交织更多的鱼头来和饼搭配组合 几个月之后 第一份鱼头泡饼横空出世 火爆程度完全超乎了张亚青的预料 在门前能停一百多辆车 再加上马路对面 再加上旁边 那么上我这用餐最高峰能达到三百辆车 套着鱼头泡饼这个独门绝技 仅仅三个月 张亚青就赚了一百多万 很多人上门要求合作 张亚青都不理睬 年纪轻轻 又突然变得很富有 她开始飘飘然起来 跟你合作 开这个店挺好 就觉得做餐饮 生意那么好做 然后都都开始就是 也不顾生意了 也不天天看店了 然后就满处的去玩去了 张亚青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 经常一消失就是大半年 这个时候 一个危机也在向她逼近 就在2001年的一天 张亚青和丈夫从国外旅游回来 当她刚一踏进店内 眼前的场景让她惊呆了 我的楼面经理也走了 我在做鱼头的师傅也走了 然后我的这些骨干几乎全走光了 而最让张亚青不能接受的是 就连自己的合作伙伴郭金喜也要离开 以前嘛 也每天经常去 后来她就不去 我想去外头找一个比汪宋哥还有好的发展的一个平台 人家跟你合作 你都不同意 那没办法啊 那人家可不是就挖你的人吗 而等人员真的一个一个离开我的时候 真正触动我了 原来 看着鱼头泡饼如此红脱 有很多犯病也纷纷跟风效法 张亚青的客人被急剧分流 竞争对手虎视眈眈 自己这边军心涣散 旺顺格的明天在哪儿 张亚青 需要一个答案 2001年7月13号 北京深奥成功 而这也意味着张亚青的店面需要拆迁 此时 张亚青做出一个决定 他不会再做鱼头泡饼 原来鱼头泡饼被争相模仿 但大部分只学到形式 没有学到精髓 满满的 北京城里鱼头泡饼的水准整体变得参差不齐 坏了口碑 自己的生意也越来越差 眼看着自己创下的这道鱼头泡饼被作烂 张亚青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打击就特别特别大 是不是鱼头泡饼这道菜大家都不爱吃了 我认为在顾客心情当中已经有了阴影 就是给你一个不好的评价 张亚青决定把自己的这道独门绝技 雪藏起来 雪藏独门绝技之后 为何又重出江湖 雪藏之举又如何成就一年五个亿的财富传奇 这里是北京市北苑路旺顺隔海鲜广场 2001年张亚青把靠鱼头泡饼抓来的五百万 全部投入到这家店做起了海鲜 这一次张亚青全新投入 背水一战 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心 当时我就说这个店开不成 以后就不再涉及在里面 没想回头只能成功 张亚青把自己的海鲜店打造成当时很少见的海鲜广场 海鲜既保证质量又坚持价格比同档次的餐厅低百分之二十 他的海鲜店很快做出了名堂 第一年就创造了纯绿路四百多万元 一年的时间张亚青的内心经过了大起大落 此时的鱼头泡饼似乎已经离他很远 直到2002年的一天 几个顾客的谈话让张亚青的内心变得不再平静 一问你有鱼头泡饼吗 我们的店经理啊我们的接待人员就说 没有鱼头泡饼人家就说 没有鱼头泡饼你叫了什么旺盛阁啊 当时我这心里边是既高兴又着急 时过一年居然还有顾客惦记自己的这道鱼头泡饼 张亚青意识到 也许是时候该让自己的鱼头泡饼重出江湖了 张亚青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头正是当初和自己创下鱼头泡饼的厨师郭金喜 我特别敬仰 我不是叫嫂子吗 我说嫂子 她说你在哪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 你回来吧 人离开你对我为什么 我老说检查自己 如果你好 你这个企业好 他能够离开吗 所以呢 从我的角度说 没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他是优秀的人才 我肯定三不毛路都要把他请回来 请回郭金喜之后 张亚青并没有急于马上推出鱼头泡饼 而是将鱼头泡饼继续血藏了一年 既然自己的鱼头泡饼要重出江湖 那么就一定让人难在魔法 一年之后 新研制的鱼头泡饼一亮相 惊艳北京城 到2012年 创下了一道菜 一年就销售两个亿的财富神话 很入味 很入味 专程从上海赶过来吃的 家里他们以前老来这块 他们家做的也比较好 开这一个店的时候 我就没想开一个店 我就想开成连锁店 我当时这个心气就是这个心气 那么这被整整藏了两年 重出江湖的鱼头泡饼 到底有何奥妙呢 这里是杭州的千岛湖 千岛湖区水域面积573平方公里 岛屿森林覆盖率达到89.5% 湖水清澈纯净 为国家一级水体 花莲 俗称胖头鱼在这里野生生长 这就是望顺隔鱼头的原产地之一 而张亚青选择鱼头的标准 最低也要达到4斤 根据鱼头的大小 定价也不相同 4斤到8斤的鱼头 卖价为58元一斤 8斤以上的鱼头卖价达到78元一斤 像这条鱼30多斤 鱼头就要15斤 那么呢 望顺隔的鱼头为什么好吃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卖小鱼头 加汤菜好多的鱼头泡饼 它都是按份儿的 我们是按斤的 因为什么鱼头越大 鱼头的胶脂越多 我们的鱼汤才泡出饼的才好吃 胖头鱼至少生长在7年以上 鱼头才能够达到8公斤 千岛湖每年有600吨的胖头鱼 供应给望顺隔 即使这样也远远不够 为了保证一年不同时节都能足量供应上最新鲜的鱼头 张亚钦和丈夫代委到全国各地大型水库考察 选定了东北大火房 河南南湾 安徽享红店等六个国家一级水体的水库作为鱼头供应产地 鱼头泡饼美味的秘密之二就在这八元一份的饼上 饼最重要的在于精选上好的面粉 其次就在于师傅的手法 和面 饧面 揉面都有讲究 半厘米的厚度里面得叠上十来层 上锅后烘烤刷油翻三次才能出锅 这样做出的泡饼才外焦里嫩 一顿饭吃完泡饼凉之后口感依然酥软 鱼头泡饼美味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它熬制鱼头的蜜料 在望顺阁密钥的配方是顶级机密 只有张亚青和郭金喜两位研制者知道 为了保守好秘密 张亚青设计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 能够进出配料室的只有三名员工 在密室的前方就有着监控器 监视着进出的人们 为了拍摄的需要 张亚青破例带领记者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还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宝贝 我们要领风去心就在于就在我的独家配方 这经过我和郭师傅十年的研究不断的完全更新 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个配方 但是这个独门密集只有我跟郭师傅知道 别人谁都不清楚 这是我们的看家宝贝 这所密钥的配方种类比例产地我们无从得知 但我们知道密钥的配方却并非一成不变 它会根据顾客的口味 鱼头的季节 甚至水库的不同做出调整 鱼头泡饼这道菜为张亚青的企业立下了头功 张亚青的鱼头泡饼店从一家开到八家 2012年鱼头泡饼一道菜就卖出了两亿多元 张亚青成立的旺顺隔美食有限公司 也形成了鱼头泡饼海鲜广场 时尚涮锅商务会馆四个品牌 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高层内部出现了分歧 这是旺顺隔在北京大旺路开的鱼头泡饼店 牌子上的两行字正是2010年公司高层 关于旺顺隔定位的困惑 对于未来发展 大家形成三派意见 互不相让 我们还不如就是重量发展那个海鲜广场这条线 为什么呢 海鲜广场大投入 我们觉得党值高 大的投入大的回报嘛 我说坚决要走鱼头现在快 第一个鱼头这个泡饼呢 也是我们老板的发家之菜啊 做的还比较成熟的 就是说基本上比较稳 我一开始的观点就是每条水都要做 那么承担的风险会稍微的均摊一下 鱼头泡饼海鲜广场 还是多元化发展 公司高层都在等张亚青最后排版 可是这一次大家等来的却不是张亚青的答案 而是三天每人七万八千元的培训课 七万八千块钱听三天 抱着真的挺怀疑的态度去的 你再从早到晚我不睡觉听三天 他们听听不出什么来 发这么多天气我不都拉了 拉了就尴尬了 三天后六位高层回到公司 张亚青再次询问大家的想法 这一次大家出乎意料的一致 都建议将重点放在鱼头泡饼 三天的课程让高层们形成了统一意见 主打鱼头泡饼 其实在张亚青的心里早就明确了这个方向 他却一直忍着不说 宁愿多花五十万元也要让公司管理层自己拿出方案 如果在家长式的一言堂 这个企业就做不到 所以我到现在 我是一直在管理当中控制自己 不说话 只有我的团队强大了 我们企业才能强大 我一直坚信那个心跳 我光我一个人 是撑不起这个小船 原来随着工资越来越大 张亚青发现 什么事情都等老总拍板 已经不符合企业发展了 他必须让自己的团队强大起来 而他自己对于企业管理有另外一套方法 2013年9月3号 就在记者见到张亚青的第二天 他让记者陪他去临时抽查一家店 这是他几年的老习惯了 让他们都跟我车走 现在还不能透露 现在还不能透露 对我们坐一头车 他们跟着到这儿 他们就知道 那就是让他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感觉 绝对不会有 让他们临时加班加点 没有人知道张亚青 今天要检查的店铺是哪一家 就连检查的时间 张亚青都有讲究 比如中午 为什么选择财富中心店 就是因为中午 我们这个店是比较忙的店 反而晚上他就没那么多客人 如果他没有生意 那么还不好看出来 你忙呢 那全员是怎么管的 怎么对客的出品呢 能不能发出很多问题 中午十一点半左右 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国贸的 旺顺和财富中心店 可是让记者没想到的是 张亚青第一个检查的 居然是卫生间 这一回之前 你觉得够标的吗 现在还没有黑餐呢 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开餐给他 没有我们开餐 为我们这里有水的 还有这里的 我们邀请有什么 有水 有水 有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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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着一个人想到别的 我不用检查 大家都关注最阳光的地方 最漂亮的地方 最眼前的地方 就是说容易忽略最肮脏的地方 最隐私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要 像今天这样的偷鸡抽茶 张亚青每年都要来上很多次 时间 地点都不一定 张亚青这样做 就是为了提高所有员工的自觉性 企业大了 自己又分身乏术 不可能天天在店里面拎着 这个时候 菜品 服务 细节都要做到位 整个团队把餐厅当成自己的事业 才是企业发展真正的后劲 从上到下的所有员工 包括后的保洁阿姨 都非常关注那事 我们这样做的 其实就是最真实的 大家日常每一个店长 都是照旧的这样去工作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推动 鱼头泡饼一道菜 改变了张亚青的命运 而她一手打造的望顺阁 也用一个原则再次印证了 中国餐饮业健康发展的真理 品质决定未来细节 决定成败 从下岗向婆婆借了五千块钱创业 到做成年销售额五个多亿的餐饮王国 张亚青说她成功的关键在于 每一次都能够找到最好的学习对象 那么这个最好的学习对象究竟是谁呢 90秒的广告之后 一起来听听张亚青的分享 我说最好的学习就是向同行学习 你得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得知道你现在处的这个位置 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 为什么人家顾客赢门 为什么你这没有客人 所以我就觉得向同行学习很关键 张亚青在2008年7月引入了一个香港源泉5S法管理 这个5S如果要翻译过来的话 是什么呢 叫做常组织 常整顿 常清洁 常规范 常自律 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记者发现 张亚青餐厅的后厨全部是敞开的 任何时段地板上咱们都看不见有水渍 而这个配料摆放的也是井然有序 看来呢 除了鱼头泡饼这个招牌绝技 注重细节 也是这个企业迅速发展的必备条件 好的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的三农台来获得更多的农业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制服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两个字他挂在嘴边十几年 特色特色特色 边缴料理找财富 发脾气背后有伤肌 一把手伸出来 看一看 五个手指都一样嘛 肯定是不一样的 五十岁白手起家 六十二岁创造餐饮传奇 叶瑞慈正上演中国餐饮界里的不老神话